我国是一个体育强国,在往年的运动会上,我国运动员在篮球等项目上,多次打破了世界纪录,说起中国体操,人们也是十分骄傲的。 毕竟在体操这个项目上,我国每年也出现了许多岛运冠军,今天,我们就来谈谈其中一位,叫做李珊珊的体操运动员,李珊珊出生在1992年,她的老家在湖北黄石,她在12岁的时候,因为天赋一饼,年纪轻轻就成功的进入了国家集训队。 在2006年的时候,李珊珊就开始参加自由体操和平衡目的各项比赛。 在当时,李珊珊虽然年纪还很小,但是她还是在选手中脱颖而出。 在2008年的北京奥运会中,李珊珊和她的队员获得了团体赛冠军。 这时,许多人开始把目光放在了这个年纪16岁的李珊珊,其实李珊珊家的经济情况并不是很好。 但是她的爸妈还是努力,供她去练习体操,而李珊珊也是一个懂事的孩子。 她曾经还因为不想给父母太大的经济要力,想要放弃体操训练。 最后,还是因为两个热心的教练,资助她让她能够继续向她的体操梦前进。 功夫不负有心人,李珊珊最后也是为我国带来了不少殊荣。 李珊珊在2009年的时候,就退出了体操这个领域。 历年来,我国的体操运动员在退役以后,在其他领域发展的也是很优秀的。 李珊珊当然也不例外,她退役之后便去中央财经大学学习。 毕业后,李珊珊便闯罢,一个运动馆来训练一些孩子们的体操。 近日,湖北省第15届运动会,在我们皇室奥林匹克体育中心举行,作为体操奥运冠军的李珊珊也前去点燃了火炬。 在我看来,李珊珊在实现她的体操梦的时候,虽然经历了种种磨难,但她还是凭借自己的毅力来克服辛苦的练习和命运的捉弄。 所以,我们在追逐自己梦想的时候,即使会遇到很多困难,我们也不要轻易放弃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